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當選內閣 凌晨撤回參選宣言和政綱等等 校方早前說 幹事會在參選宣言針對國家安全的言論可能違法 中大學三會幹事會當選內閣 昨夜凌晨在社交網站宣布 正式撤回參選宣言和政綱等有關文件 但沒有交代原因 而後任內閣的社交網站 以往的貼文和圖片都已經刪除 昨夜星期三以四千票當選 他們的參選宣言批評港區國安法 又說校方向政府低頭欠媚 政綱之一是不給國安教育進入校園 其後校方發聲明說 幹事會所發表的政綱不代表大學立場 又說幹事會對大學的失實指控 以及利用校園作政治宣傳 不單止違背了大學的宗旨 亦都令大學聲譽受損 而幹事會經勸喻和提醒之後 仍然未有澄清涉嫌違法和失實的言論 校方決定暫停代收會費 亦都暫停他們在校內不同委員會的職務 暫停提供行政和場地支援 又要求學生會註冊為獨立社團或公司 校方重新大學絕對不容許校園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事 若有學生作煽動違法的言論 會予以嚴厲處分包括暫時停學或開除 幹事會少開記者會對下方做法感到極度遺憾 幹事會成員又向同學國公自協 擁有200名會員的中大研究院舊新會幹事會發聲明 嚴厲譴責一小撮學生會幹事會成員 其劫廣大中大學生發表失實指控和涉嫌違法的言論 污衊中大聲譽 又說香港沒有一寸土地是範外之地 全力支持校方決定 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營報導